大家都很熟悉 从来都是以公正神段的形象存留于史书中 但是李昭德却不甚为大众所知 根据新唐书在相诗习表记载 李昭德出身于龙溪李氏丹阳坊 与初唐名将李靖同出一支 李昭德数次上述武则天 反对立武士族人为太子 坚持立保理性的皇位继承权 那个时期武则天重用自己的侄子 武成四和武三司 武士一族嚣张跋扈 权倾朝野 不少礼堂元老被欺压得不敢出声 但是性格刚正的李昭德却不以为然 他十分反感武士一族的跋扈 处处针对权臣武成四 一次武则天想要给武成四升为文昌左相 李昭德知道后 逆座武则天说 武成四本来就出身皇室 又加封王爵 如今在授以丞相之位 恐怕满朝大臣和相爷百姓要议论了 人言可畏呀 况且自古以来 哪怕是亲父子 给的权力多了 都会篡权夺位 更何况这武成四只是您的侄二 如果到时候他羽衣丰满 不受控制 又该如何处置 武则天听后一惊 颤声说道 我不曾想到这点呀 于是便决了李丞相的想法 并赐他太子太保的虚贤 免了他参与朝政事务的职位 又过了一段时间 武则天想要在自己还有绝对权力的时候 把太子立下 便想到了武成四 想要立武成四为太子 但是他又犹豫不决 因为毕竟武成四是绝二而不是儿子 这时 奉格舍人张家福为了迎合皇上和武成四 指使王庆之带着几百名地痞到朝廷上表 要是坚决拥护武成四 武则天何许人言 最讨厌别人替他做决定 一听此事不由的大怒 命李昭德前去责问 李昭德也是狠角色 去了没说几句话 就命人将王庆之活活打死 其他地痞健壮 不敢逗留 当场就散了 李昭德借此事趁机向武则天上书 自古以来只有儿子给母亲立庙的 哪有侄儿给姑姑立庙的 陛下应当传位给自己的亲儿子 而不是侄儿 这才是千秋万代之计 武则天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之后他再不提立武成四的事 由于武则天是废除了儿子 强行登上了地位 心中自然不是很安宁 为了群求心理平衡 武则天很看重上天的征兆 极力证明自己寿命于天 这就让一些鳄鱼奉承的人看到了机会 他们极力搜寻上天的祥瑞之兆 宁愿烂于冲树 也要逢迎皇上 有一次 一个人在河里捡了个白色的石头 上面有几打赤色 于是便进攻进现皇帝 说这块石头面白鲜尺 赤心就是忠心的意思 是祥瑞执照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 又来了一个烂于冲树的人 强词夺理却难以自解 但是事关国家祥瑞 也没有敢于辩解 此时在旁的李昭德实在听不下去了 反驳道 这个石头忠心 难道和李其他的石头 便都是要造反吗 周围人听后都哈哈大笑 现实之人疏惠难当 回溜溜的走了 当时著名的库里莱俊臣 侯思纸等人陷害忠良 人人惧怕 唯有李昭德敢于正面较量 甚至将侯思纸当场打死在朝堂之上 可以说当时酷吏 人人惧怕李昭德 但是随着李昭德威望越来越大 皇帝对他的戒心也越来越重 一直记恨李昭德的莱俊臣 趁机向皇帝进禅言 诬陷其有反叛之心 武则天升行多疑 便将李昭德关进大牢 判死刑 公元六夕九年 李昭德被押往刑场 而十分巧合的是 同时押往刑场的还有莱俊臣 据传 当天天降大雨 下场民众无不痛恨莱俊臣 又很惋惜李昭德 人们都说 今日大雨 可谓一杯一喜 老后 屁股落 辑 莎 uchs 血 血